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10万的频道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秘密入侵第六期的细节分析 另外,相信观众朋友们在看完这集后 一定也提出了不少疑问 比如,漫威为何给龙妈赋予了如此恐怖的超能力 还有女总裁最后找到龙妈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再比如,结尾处美国总统的正式宣战 导致了各国高层连续被刺杀 这些又代表着什么 更重要的一点是,战争机器Rody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被替换的呢 接下来,在今天的这期视频中 我们将一一解析这些疑点 同时,10万还会分享两个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到过的细节 即使不想看到这期视频的最后 也建议大家至少看完龙妈 为什么会获得多种超能力的原因 首先,漫威赋予了龙妈的超能力 除了我们早就知道的绝境病毒外 是来自21种超级英雄和反派的DNA 他们分别是幽灵女 美国队长 王刃Korvis Glyph 萨诺斯 无限战争中的Outrider 暗夜比铃星 惊奇队长 纵悟 螳螂女 黑药王 石头人寇格 银河会卫队中的Drax 冰霜兽 乌木猴 浩克 黑豹 Chitari士兵 女武神 雷神索尔 格鲁特和东兵 那么排名第一档的有五个 分别是惊奇队长 萨诺斯 雷神索尔 浩克和乌木猴 第二档的有六个 分别是黑豹 美国队长 冰霜兽 格鲁特 纵悟 幽灵女 和黑药王 剩下的都归为第三档 当然如果观众朋友们 有不同的看法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告诉石万 龙妈和Gravik的终极之战 是由龙妈伪装的福瑞 打出了一技浩克喵喵拳开启的 直接把Gravik给轰飞了 当龙妈从迷雾中走出来 变回原来的自己后 Gravik露出惊讶的表情 因为他记得 龙妈应该早就被自己一枪打死了 这时Gravik的右臂 呈现出了格鲁特的超能力 而龙妈在边走边说的同时 左臂也显露出了Drax的超能力 说到这里 这个CG不知道是谁设计的 看久了还好 只是乍看之下 还真的是不太协调 紧接着 Gravik扔的汽车 被龙妈用幽灵女的超能力 闪现到了Gravik的后方 那么这里有一个重要细节 就是在龙妈初次用幽灵女 超能力的时候 鉴于他还不适应 所以两只手臂被迫回归到原本人类的形态 导演还特意给了个特写镜头 而到了后面 适应过来的龙妈甚至已经可以并用三到五种形态 而这么迅速的协调适应能力 除了Gaia本身外 也应该有一部分是来自美国队长 那可以适应任何武器的DNA Gravik发现龙妈闪到自己的后面 转身后将自己的左臂变成了憎恶的形态 同时改变的还有他的耳朵 但紧接着又立刻换到了石头人扣格的形态 这也是在告诉观众 此时的Gravik对自己身上的这些DNA还很生疏 情急之下不知道该用哪个才对 同时他的身体似乎也在排斥石头人的DNA 以五行来说 石头属金 金克木 所以格鲁特的木头和石头人是相克的 由于对这些超能力的不够了解 也是Gravik最后输掉这场争霸赛的原因之一 而再来看龙妈这边 他就非常清楚的知道 自己该什么时候用什么技能 这有可能是弗瑞在给龙妈药瓶时已经交代过了 当然这只是十万的猜测 这时只见龙妈的右手变成了冰霜兽 左手也变成了石头人扣格 那么金生水 水即是冰 所以这两个是相生的 并没有产生排斥 紧接着我们看到Gravik 挥舞左臂时露出了一个破绽 给了龙妈可乘之机 这个转身重伤Gravik的技巧 源自于女武神对抗洛基时的这一幕 而龙妈对冰剑的熟悉度 也应该是来自Gamora的DNA 正所谓趁你病 要你命 龙妈就是把Gravik钉在了铁板上 不过就在这时 Gravik发动了反击 用出了乌木猴的超能力 那么这里要插一句 乌木猴的超能力 是十万人为本部影集中 唯一一个不应该被赋予的超能力 因为乌木猴的超能力属于心灵摇杆 可以隔空一物 任何物体都行 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超能力 在所有已知的超能力中 也算是顶尖的存在了 连奇异博士都能被他轻松拿下 其强度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这里还有个细节 就是Gravik的手指上 也复制了乌木猴手指上的戒指 当他的手指向右移动时 我们看到龙妈的眼睛 也跟着移向了右边 视觉上的盲点 让他完全注意不到后面的危险 这个细节虽然只有一帧 但是设计的非常棒 要知道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 注意力都会被手指的移动所吸引 不过有一点还是很可惜的 就是龙妈虽然在之前被导演提醒 这个时候要看向左边 但是由于后期制作不够细腻 没有跟上 导致Gravik的手指还没移动 龙妈的头就已经转过去了 紧接着的这一幕 也是取自于无限战争 乌木猴带走奇异博士时发生的剧情 落下来的龙妈被Gravik一脚踹飞 这一幕源于2008年上映的电影《无敌浩克》中 那么应该有不少人也发现了 当Gravik使用浩克踹的时候 他身上的裤子也发生了改变 看似被截断了一截 这种看似的裤子被撑破 其实只是因为斯克鲁人 可以任意改变自己的身体形状 也包括身上所穿的服装 龙妈起身后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手臂变成了红黑色 这个究竟是谁的超能力说实话十万查了好久 最终锁定在了黑药王身上 与此同时Gravik的左臂也使用了黑药王 而右臂我们可以看到 他选择用了萨诺斯 两人同时使出旌旗队长的超能力奔向对方 然而就在这里 有个细节可能被所有人错过了 就是龙妈在使用旌旗队长的能力时 他是腾在半空中的 而Gravik此时还是双脚着地 这也再一次证明了龙妈的适应能力要远高于Gravik 两名超级赛亚人直接将战场搬到了半空中 这里Gravik用的是萨诺斯的右臂 抓住了龙妈的手臂将他移开 这个镜头来自于《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中 萨诺斯秒杀浩克的这一幕 同时Gravik的左臂也变回了憎恶 也正是因为这一下暴击 直接把龙妈击晕了 接着他试图在半空中掐死龙妈 不过被龙妈用螳螂女的超能力反控 那么打斗到目前为止 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的看到 Gravik用到的基本上都是以力量为主的超能力 而龙妈则是以技巧为主 那么龙妈的最后冲刺 同时运用了五种超能力 包括惊奇队长 幽灵女 众恶的右臂 Outrider的左臂 和黑豹的速度 至于说Gravik最后是怎么死的 十万人为是他的心脏直接被蒸发了 早在电影惊奇队长中 我们就有看到过 斯科鲁人的心脏貌似跟人类的位置稍有不同 由一根动脉连接着 这也解释了塔洛斯 其实是被Gravik直接切断了大动脉而死的 当然斯科鲁人的心脏也应该会随着不同的形态而改变 龙妈最后冷漠的看着Gravik的 肢体的一幕是挺让十万不寒而栗的 虽然说Gravik是反派 但是从来就没有超级英雄以这种眼神看向敌人的肢体的 所以十万认为龙妈可能不会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超级英雄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其实漫威早就想要创造出来这么一个能力混合型的超级角色了 而这种可以任意转换DNA和自身服饰以及样貌的能力 也恰好是斯科鲁人的天赋技能 那么刚才十万也说了 在没有乌木猴DNA的前提下 Gaia这个角色的塑造还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从第四阶段起 漫威大部分的超级英雄都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 比如奇异博士 旺达进化成了翡红女巫 蜘蛛侠从一个变成了三个等等 大家可能觉得龙妈获得的超能力有点太过于强大了 没错 十万也有同感 不过有一点大家可能会忽略掉 就是龙妈不一定会被定位为超级英雄吧 影集的最后导演也没告诉我们他到底是什么 只是借着女总裁的话告知了我们 Gaia将成为斯科鲁人在地球上的新领袖 并将他招募到了自己的团队中 那么我们都知道 美国总统最后的宣战宗旨 是要灭掉斯科鲁人这个种族 也就是说 在第二集中 塔洛斯提到的斯科鲁人皇帝也将做出回应 所以两族之间的大战在所难免 就是不知道那时的Gaia会站在哪一方呢 如果美国总统连无辜的斯科鲁人都不放过的话 那么Gaia极大的概率是站在斯科鲁人一方的 那么这时他获得这么强大的综合能力 就很合情合理了 因为他将要对抗的 是地球上新一代的超级英雄 没点本事 怎么可以叫超级斯科鲁人呢 不过未来会如何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至目前为止 龙妈的定位还很难说 同时十万有种感觉 那名未知的斯科鲁人皇帝 说不定也有可能是一名康的变异体呢 但是就超能力来看 不少人还是会认为龙妈已经是目前为止 绯红女巫之下第二强的角色了 不过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 就是这些所谓的超能力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要知道康作为一名中级反派 能够压制所有的超级英雄 但很讽刺的是 他本身并不具备任何超能力 因此理论上来说 Gaia虽然拥有了这些超能力 却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仅次于 绯红女巫的第二强角色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 就是Gaia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存在 在救完Rody等人之后 很快就顿走了 当然他也可能是伪装成了这名人类 那么至于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名斯克鲁人 大摇大摆的走在人群中 十万就不知道了 说到Rody 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 他被解救时 身穿医院病服 周围其他被擒货的人 穿着也很随意 所以这应该是这些人被擒货时的穿戴 要知道斯克鲁人 不会嫌到去给所有人换一套合身的服装吧 也就是说 Rody被擒货时还是在住院期间的 纵观漫威的故事线 Rody唯一一次穿上病服的 就是在美国队长3中 当时他差点被换事干掉 所以基本可以肯定 Rody是在这部电影过后没多久 被斯克鲁人在医院内劫持的 那么这也就完全改变了我们对Rody的认知 在火体吊舱中刚醒来的Rody 将不会知道这七八年来发生过什么 也不知道萨诺斯的响指事件 更不知道钢铁侠此时已经不在了 那么在这集的最后 美国总统向全世界宣告 将会猎杀斯克鲁族人 直到最后一个 直接造成了世界大乱 乱的不仅是那些还未暴露身份的斯克鲁人 还有那些极端的组织 不管是假扮的还是真实的人类 都接二连三的被这些组织暗杀 全球再次掀起了一场混战 让本来已经得到解决的大好结局 又因为总统的一句话 再次陷入了新的世界大战 不过这也正好为电影美国队长4 设下了一个铺垫 那么美国队长4的标题 原本叫美队4新世界秩序 所谓的新世界秩序 说的就是这个 直到最近标题才改成了美队4 美丽新世界 目前官方已经确认 这部电影中的美国总统人选将有变动 新的总统将由哈里森福特 饰演的美国国务卿替代 所以这也就是说 秘密入侵中的美国总统 这种自私的宣战行为 必将会以某种方式 令他失去总统的职位 好了 今天的解析就先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这部影集 一定还有很多的疑问和不满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十万会尽可能的回复 至于Rody被替换的时间点 其实十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将会专门做一期视频进行解析 那么最后 我认为有很多在影集中挖的坑 其实可以在最后一集稍待解释一下 哪怕只有十秒钟 让弗瑞站在玛丽亚的坟墓旁 也算是对玛丽亚 这个跟随着漫威15年的元老期角色负责了 请别忘了点下那个免费的关注按钮 支持一下十万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